欢迎你回到节目现场 美国总统大选在台湾时间 今天下午也就是此刻 已经正式登场了 川普选前造势继续抨击 一件事那就是大选结束之后 还是能够计票的规定 他认为万万不可 他扬言已经备好了律师团 似乎是在大选过后 就又开启一项法律战 开心发帽子 川普在选前最后冲刺 和拜登阵营同样在宾州交锋 他再次抨击大选日过后 还能计票的规定 关键摇摆州 北卡罗莱纳州和宾州 都允许延后接收选票 只要选票信封上 有选举人当天寄出的邮戳 北卡在11月12号 以前计达都算数 宾州则是可以收到当地时间 11月6号下午5点 川普已经放话 早就准备好律师团了 川普打算在选后大打法律战 关键选区宾州 州长更亲自拍广告 提醒大家这次要有点耐心 但也就是因为这样 让大选日当天可能未必有结果开出 这显然让店家很忧心 开始盯木板围栏就怕选后大暴动 从洛杉矶到白宫 都敢在选前架好保护网 白宫前已经有群众聚集 周围店家还宣布暂停营业 如果美国总统川普在这个结果 确定之前就宣布 自行宣布当选的话 那么他们这个和平庆祝活动 就会停止而转为抗争 而在空战宣传方面 拜登持续加强力道 洛杉矶时报统计 拜登在电视广告上 砸下了至少5410万美元 远胜过川普的2690万美元 但是两人在Google和Facebook 两大网路平台 都分别支出了约1.45亿美元 砸重金拼声量 就希望能在最后催出选票 TVBS新闻总和报道 你看到每次选举都要撒大钱 在台湾也是 那美国这个撒的钱 更是吓死人 4000亿台币 一次选举用掉 那可以救多少人 可以让多少没有钱吃饭的 可能在全世界各地的一些小朋友 或者是成人 可以好好的吃一顿饭 所以民主制度到底好还是不好 这是一个很大的issue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说 美国到底今天过后 会不会变乱 这是很多人在讲的 因为选制的关系 尤其今年这个提早投票 以及用邮寄投票的人太多了 你刚刚看到川普已经预告了 他说这样不行 这样不行 因为有很多州 这个截止投票的时间太晚了 11月3号之后 一个礼拜之内 有的都算 OK 这样怎么可以 他已经在说这样的预言 好像在打消防针了 在打预防针了 听起来 有一点在煽动他的支持者 要do something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好的 我承认川普所说的 其实选制这样做 其实是有点怪的 因为有些人会 是过我大朋友 我看这个赢了 我赶快投给他 或怎么样 这个会让我们觉得很奇怪 其实我们台湾之前也发生过 上次 上次县市场选举 不就发生过台北市到 结果都已经出来票 还没有投完 还继续再投 所以这个当然是有争议 可是川普你不要忘记 你是现任总统 没有人现任总统 在带头作乱了好吗 你如果对美国的选制有意见 你上一次选上的时候 你是不是就应该要 发动你的政党 去改革这个选制了 结果你没有做这件事情 那你现在在已经 大家都已经去投票了 甚至有九千多万人 已经都已经投过票了 然后你才来讲这种话 这样会让人家觉得说万一 万一他开票结果 不如你的自治者的预期 那会不会真的出现暴动 或其他混乱的现象 我觉得总统 真的不要带头作乱 川普我觉得 我希望他收回这个言论 但我也知道他绝对不会理我 是他可能也听不懂中文 可能我们需要把我们节目 翻成英文让他听 不过在此刻的美国 的确是有一种 很诡决的气氛 我们从各个媒体 或是各个角落 传回来的画面 都是有一点点诡决又混乱的 先来看看这里 这是华府 华府的商家 已经开始超前部署了 你可以看到有些人 把这个木板都搬出来了 干嘛 把他们家的这个商店 全部都钉死 为什么 他就是要防止 这个打砸抢的事件发生 因为已经有反总统 川普的团体 他们计划在投票日当晚 在白宫外投集结 因为他们担心说 这个你知道两个胜宜的人 都会担心对方出奥包 所以如果说选情紧张 另外一方的人 又不承认败选的话 那很可能就会发生什么 动乱 那他们纷纷赶在 这个今天以前开始 搬了一大堆的木板 钉木板 风垫要自爆 大家要知道 在纽约有很多的精品店 如果说这个被打了 被砸了 被抢了 那个损失可能是非常的大 所以很多人都说 你看看这是一场战争 如果说民主制度走到这里 看起来的确是有点点小悲哀 其实民主真的不应该这样 尤其美国是一个 民主传统的国家 你立国两百多年来 至少名义上都是进行民主选举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那我必须说这些店家 现在恐怕心里也是七上八下 因为如果真的要进行打砸抢 你以为木板防得住 美国人是有枪的 他有很多工具可以 他甚至放火烧你 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可是我必须讲 你身为一个总统 或是身为一个政治人物 你是不是要尽量避免 产生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败单也好 不管是川普也好 你们两个都是未来 美国总统可能的当选人 你们是不是都应该要 不断去呼吁你们的民众 你们的支持者 不要进行这样的活动 大家就是冷静的接受 选举的结果就好 可是现在看起来是 双方好像都准备 都准备说我管他的 我到时候我就自己先宣布 自己当选 这样听起来很恐怖 因为万一真的出现那个状况 川普跟拜登同时宣布自己当选 那怎么办 那恐怕暴乱就一定会产生 因为大家不要忘记 美国这一阵子 这几个月以来 因为种族之间的这些问题 已经发生过好几起的暴动 甚至在宾州昨天 都还继续在发生暴动 那如果这个时候 有任何一点风吹澡动的话 我觉得全美性的暴乱 都不是不可能会发生的 真的希望这些政治人物 要冷静处理这些事情 是 跟其他这个民主国家 不太一样的是 美国他没有帮他自己的 选举经费做设那个上限 所以你可以无限度的 如果你募到很多钱 都可以把它花掉 所以今年2020年的 美国总统大选 是史上最花钱的一年 总共花掉了4043亿元 这个数字真的非常的惊人 那也是去年 也是上一届 2016年的大选的一倍之多 这些钱都用到哪里去了 我们来看看 大部分在这里 竞选团队的薪水 因为他们要养很多人 各州都要有人 还有造势场地的租赁费 那要办造势一定要有厂租 那这个有一些水 一些交通 还有一些安保费 有一些安全在那里 秩序维护 这些都要钱 还有造势小物 电视广告 造势小物 我们来看看川普 头上戴的帽子 这个就是让美国再度 偉大的帽子 据说光是上一次2016年 他做这个帽子 就花了8580万台币 将近台币一亿 这个听起来真的是不可思议 这个订单分到很多地方去 据说中国也收到订单了 是 所以之前不是在讲义乌指数 因为义乌就专门在做这些小物 帽子 旗帜这些东西 所以他们每年就看谁订购 谁的支持者订购 这些东西比较多 大概就是那个人会当选 不过根据义乌指数 好像是川普胜变比较大 是 但是我第一讲 就是美国说他没有上线 大家觉得很意外 我们台湾是有上线 可是台湾有上线 但没有罚者 所以基本上就是 只是大家每一个政治人物 大概都为了表面不要太难看 所以报的都不会太多 实际上你想想看 美国的人口大概是 台湾的十来倍 那你觉得美国人 假设花到4000多亿 你觉得台湾会花得很少吗 是 你看我们每一个政治人物 包括选总统大学的时候 每一个都报了什么 2亿 3亿 4亿 所以你会相信这样一个数字吗 尤其台湾的选战的激烈程度 在很多地方是不下于美国的 因为美国很多地方 是地广人稀 它其实没有什么活动产生的 所以我必须讲民主国家最糟糕的 就是这个 花钱花很多 但是我必须讲 其实刚前此说 说你有沒有想想看 这些钱可以去给多少平民 可以这些去花 可是你有沒有想过 每四年就有一票 人在等著吃这个饭 这个钱如果没有给他们的话 他们也没饭吃 选取财 对 所以必须讲 其实台湾从很久以前 就想吃 有人就提议说 要把这些竞选旗次 什么东西 船单全部都禁掉 很多人在看抗业 那我们吃什么 印刷厂吃什么 旗次商吃什么 所以每一行饭都有人在吃 那这些钱也算是一个经济流动 我只希望流动到 需要的人身上是最好 是 我们大家知道 台湾可以一人一票选总统 可是美国也是一人一票 不过他们的总统 不是一票一票堆出来的 而是间接的选举方式 很多人搞不懂 美国的总统大选的选举规则 因为太过复杂的 简单讲 他是先选出选举人票 他的选举人团 选举人团再去投 政党支持的那一个 这个总统候选人 所以很多人都说 是不是应该要检讨 这也是发生了 像是上一届 我们大家来看这个地方 上一届 美国的这个总统大选 民主党的希拉蕊 其实呢 虽然他的选举人票 只有拿到232票 输给了川普的290票 可是他的普选票 其实是赢了川普将近300万票 他多了300多万票 可是他输了 他变成川普的手下败将 所以现在呢 美国其实已经内部 不只是现在 其实过去一直有这样的讨论 是不是要把他们宪法 或是之前的这个国父们 开创美国的这些先贤们的想法 或者是当时时空环境背景不一样 那已经到了21世纪的现在 要不要做一些修改呢 包括纽约时报就说 选举人团的制度 一再的让赢得较多选票的候选人 譬如说夏蕊 输掉了全国最重要的选举 大家现在要不要考虑来修改一下呢 因为这显示 美国的民主不够公平 也不够平等 不够代表性 世界上没有其他先进的民主国家 使用这一套选举制度 这是美国独创的 既然这种选制不可能 在短时间之内废除 那要不要先废除赢者全拿呢 就是你在这一周 譬如我讲佛罗里达州 29张选举人票 当时川普其实只赢了 希拉蕊一点点 可是29张全部归于川普 所以现在有人有呼声 说这样的选制很难一朝一夕 可以改 那要不要把这个选举人票的比例 照选票的比例来分配 也就是说29张佛罗里达的选举人票 可能川普 maybe拿下了18张 那另外一边就拿到了这个17张 像是这样子 会不会比较符合现实的民意呢 好我们现在也来邀请旅美学者杨喜慧 加入我们讨论 喜慧好 主持人早韩明又早 是辛苦你了 因为现在美国的这个总统大选 此刻开始应该就是正式的展开了序幕 虽然过去几天 纽约我们知道已经有人投下了 早鸟的这个提早投票 可是呢可能再过十多个小时 如果顺利的话 是不是初步可以知道是谁 有可能脱颖而出呢 的确今年是史上第一次 也会是最后一次就是在选举日之前 所投出的票已经多过选举当天 会投票的人数了 那纽约什么时候开票 因为我没有去注意 但是滨州我有看一下 他们大概从7点 早上7点就开始开票 就是说距离现在大概不到4个小时 他们就开始运作 他们要先 因为有很多是没有投票 有寄投票 他们说他们有个机器 可以一个小时之内 把很多一万两千张的那个信封拆开 所以他们要很多的很多的技术 去做这件事情 他们也不确定 是不是可以在当天开完票 很多人都说应该是没有办法 那关于滨州这件事情的话 我在华府有听到一个rumor 一个谣言 那这个谣言目前还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的话 那还蛮shock的 这会是美国史上又是第一次 他在留言他怎么说呢 他说我们的司法部长 美国的司法部长 William Barr 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角色 他之前就是帮川普搞定了通俄门 就是muller的report 他竟然就是可以这样一手翻天的把它就是这样子盖过去了 那他现在他怎么说 他说有可能在明天也就是11月3号的时候 他可能会去滨州派就是可能联邦的军力或者是联邦的一些警察 主要是FBI 他们应该会删FBI过去 但是FBI会不会服从这就不知道了 他说司法部长会删FBI过去 然后就是强制要把那个就是冰州的票箱全部就是把它打包回华府 那把票箱全部打包回华府 把冰州所有的训练 对 然后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感觉到有两个点 那我觉得这有可能会是真的 第一个是冰州真的对拜登非常重要 你甚至可以说两个州非常重要 第一个佛州 佛州对川普很重要 冰州对拜登很重要 如果这两个team 就是如果拜登输了冰州 基本上他这次就拜拜了 那如果川普就是没有拿下佛州佛罗里达 那这次大概也拜拜了 所以那既然共和党知道冰州对于民主党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他们就是特别针对冰州 那冰州也是这次他在就是他说可以延后就是票的地方 如果你延后寄到的话 三天之内他们都还算输 但是川普他是以就是美国总统的身份 他发了推特 他说这样子 他说11月3号那天所有的就是计票必须在那一天结束 如果没有结束他就说就是他会采取就是强烈动作 所以很多人说这件事情有看的是真的 第二个是这个司法部长呢 他是真的是一个铁汉 就是他是一个你可以说他是血滴型的 血滴子型的任务对川普而已 他是绝对忠诚而且是绝对好 是所以呢明天可能这个总统大选的这个重要的观察点 应该就是冰州哦 那冰州到底这个开票过程会不会顺利 甚至有没有可能爆发冲突 或者是会不会出现像喜慧讲的司法部门会介入 把所有的这个票轨封箱带回华府来就近看管 这个都不知道 不过可以看得起来非常的紧张 另外我要知道这个喜慧 听说最近的这个沉默的川粉们都反扑了 因为我们知道纽约是民主党的大本营 在纽约好像这个说你支持川普有点丢脸这样子 可是呢最近你观察到了很多川粉都出来支持川普了 是这样子吗 的确川普的支持者在2016年的时候 之所以民调全部失者 就是因为Trump voter就是被低估了 但今年看起来又有一点这样子的倾向 怎么说呢 大家看到的画面是 看一下我们这个民调的这个 这个是ABC 这个上个礼拜做的100周的民调 这是习惠提供给我们的 对但是上礼拜的民调 就是说在选举前 最后一次100周的各民调 大家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面我认为民调上 民调的差距大概看起来好像拜登引定了 但是我说不太不太那么去 大概赢的没有那么多 就是差距如果要说他要怎么 大概是砍一半 腰宅一半 也就是说现在摇摆周如果说像是这个 佛罗里达拜登民调是 赢了3.2% 可是可能实际上拜登只赢1.8%之类的 或1.6%之类的 是的 但是1.6%的话 这个这么小的差距 他又在误差分之类 所以就是谁会赢 这就是非常的很难说 不是那种百分之百赢的状况 那密西根我要特别指一下 就是密西根大概看到那个表 大概会是差距最多的 那他 我会说为什么他就是腰砍一半呢 是因为密西根川普跑得很轻 在根据我对密西根就是选席的观察的时候 密西根他现在就是川普他的支持 他的支持率没有那么低 因为根据川普去每一次的肇事 而且川普都是选密西根 就是上一次西阿尔赢的County 他不是选就是川普的票场 他是选就是上次投民主党的 然后人数都算是就是计万的 这是第一个指标 第二个指标就是密西根他现在的Senator 参议员的选举 是民主党现任 共和党去主攻 就是现在是非常的焦灼 所以你要说民主党在密西根是非常的弱势 这个是看起来不太像 所以我说这个民调说有差7% 大概就是如果以民调来说 因为我以前是研究民调的 所以他如果是差7%的话 基本上我们会说一定 但是目前看起来 这个就是川普的支持者是很明显的被低 看起来他的方法是这样 也就是说如果现在我们看到一般民调 川普落后非常多 在民调上面的反应可能 是有一点点低估了川普 maybe川普其实跟拜登的差距 并没有这么大 我们非常谢谢喜慧 明天在同一时间 我们在这个时段 我们也会连线喜慧 请喜慧全程帮我们来连线 以及观察美国大选 尤其在纽约的选情 非常谢谢喜慧 今天跟我们的连线报答 谢谢您 谢谢 再见